大送给台湾2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让莫德纳在台湾爆红 位于美国麻州的莫德纳公司 从2020年初股价不到20美元 如今已经暴涨到了每股200美金 这期间呢 这疫情期间股价暴涨10倍的传奇公司 这声称新冠疫苗只是开始而已 接下来他们还会推出更多的新疫苗 莫德纳原本只是一家 为于麻州的新创公司 现在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MRNA技术已经研发十多年 刚好到了突破阶段 让莫德纳一战成名 MRNA不仅能快速制造 也能改变序列 用来打击变种病毒 莫德纳目前正在开发的是 新冠加强剂和流感疫苗的结合 其他正在研发的还有癌症疫苗和艾滋病疫苗 而艾滋病毒非常难产 艾滋病毒变异的速度比新冠病毒快很多 病患体内充斥着各种变种病毒 导致普通疫苗无法成功 莫德纳正在研发新一代疫苗 是针对艾滋病毒的核心结构 虽然新冠病毒导致全球陷入灾难 不过也使得MRNA技术得到空前的资助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更多难产的病毒都能有疫苗 记者和艾珠综合报道